老中医用黄旗帮助了无数肿瘤患者 而他也因为黄旗重做新生 在国内很多农村地区 有不少人会用黄旗当调味品 他们会在包汤中经常用到 但黄旗实则要用价值要大于实用意义 有一位老中医就曾用黄旗救助了无数肿瘤患者 而他自己也曾因黄旗重做新生 他就是今年已有83岁高龄的国家 几名老中医育人存 老先生虽早已到了退休年纪 但他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对于他来讲 自己每周需要上四天班 这不太来还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所以就更觉得有劲了 患者们都点名要让育人存给自己问诊 大家相信的是先生的医术 更肯定老先生在中医方面 对肿瘤问题的研究底应 事实上 于老先生还是北京中医医院的肿瘤哥创始人 请他接受治疗康复的肿瘤患者不计其数 但是谁曾想到 能够带给患者健康的育人存 自己却在71岁那年也被确诊为患上了肠癌 当时先生接到检测结果 上面显示已经到了癌症晚期 就在家人都陷入绝望时 育人存又想起了救人无数的黄旗 《新修本草》中记载 黄旗未干 微温无毒 主拥居 酒败疮 排脑止痛 大风耐急 此外从中医角度来讲 长期使用黄旗能帮助患者健脾补充 伸养局限 患者可以通过力量排毒等方式 发挥黄旗的价值 以达到一只各类病症的缓解作用 虽然那段过往剧情已相隔十多年 可如今的玉老先生不仅精神抖擞 眼上的神情也丝毫看不出 曾经被病痛折磨的痕迹